那你看一下老師這邊 我們看一下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有一個房子 你可以把它按下去 這個就是我們的元件 就是那個模擬器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有硬體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可以找到這裡有一個元件 按一下 有沒有它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但是呢這樣子有點太小 所以你可以按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放到最大 這樣你可以用最大的畫面 來做編輯 來做編輯 那待會呢 你要一個板子 你就按住它不要放 你不要按一下就放開 因為按一下放開就掉在下面 它會掉在 馬上就掉在下面了 掉在下面 所以呢你按住它 你看老師這邊把它放大 好按住它不要放 拉過來有沒有 你說按一下就放開 按一下就放開 有沒有它就掉在後面了 就掉在後面 原則上我們這個模擬器 只支援一個板子 所以你有兩個板子就不行 那多的怎麼辦 鍵盤上的Delete 鍵盤上方向鍵那邊 有沒有一個DLET 有沒有 Delete 上下左右的上面 這裡啊 是不是這樣 它的上面有一個叫Delete 你可以按一下 這樣就刪掉了 我們先玩一個LED燈進來好了 來進來 這樣有沒有 進來了 那這個呢 你如果要移動它 選到一個元件可以個別移動 如果呢你只要把整個畫面平移一下 你就在這個空白的地方 按住滑鼠拖一下 有沒有這樣一起動 所以如果你要一起動 你就在空白的地方 如果要個別動 你就點到那一個 那 這個板子跟我們現在的板子不一樣 但是沒有關係 你先看一下 你可以 如果你的比較小 用滑鼠滾輪 滑鼠這一支 大家都有啦 對不對 滾輪 你可以往前往後 往前就變大 放大往後就縮小 往後就縮小 所以我放大一點 有沒有這樣放大 那你看一下 在這邊 它一樣 這個板子 模擬器的板子上面呢 一樣有 電源 在這裡 也有什麼 GND 可是那GND比較多個 有三個 有沒有 它GND有三個 那其他這些 腳位 是不是都跟剛剛一樣 對不對 只是 數字不一樣 數字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看到這些LED燈 這個LED燈 有沒有注意到它有長短腳 請問長腳是正極還是負極 長的喔 長的 右手變這一支 這一支比較長 哇 正極還是負極 正極喔 對不對 所以正負極不要插錯 就跟你 我們那個插座一樣啊 你 插錯了 有的會 燒掉 那相反的 比較短的這邊 就負極 負極一般我們就稱作接地 就是要接到地的 那所以 這個 我們要把它接到這邊來 當然你接下面也可以 那正的部分呢 因為LED燈這個 訊號 它 功率很小 所以不用插電 它只要借助 插到我們這個腳位裡面 它就有電了 就有電 所以你看 你要怎麼樣插電 滑過來會亮一下 按著拿到這邊 有沒有就亮起來了 按著 我們就接到10好了 就接到10 這樣就可以 那萬一你不小心弄錯了 點到那條線 一樣按Delete 這樣就要刪掉了 這樣OK嗎 所以 如果呢 你現在把 這個板子弄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先縮小囉 右上角這裡有個縮小 對不對 剛剛放大現在縮小 但是呢 現在 這個我們也不需要用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再按一下元件 再按一下這個元件 它就收起來 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收起來 糟糕好像不見了 其實不是不見 因為它比較偏旁邊 所以你就滾輪縮放一下 有沒有回來了 或者你按一下拖過來 這樣也可以看到 當然你現在它大一點 你就從這邊把它放大 這個角落 有沒有這個角落 滑過來 它也可以放大一點 這樣OK嗎 這個是我們稍微 簡單介紹一下 怎麼接線的部分 那當然真實的接線 這個線就需要杜邦線 杜邦線 那在這邊是不用 就電腦這樣拖曳一下 就可以了 我們要它亮起來 我們看一下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這邊 是不是有我們的積木 這個大家應該都蠻熟悉的 都已經蠻熟悉的 所以呢 你可以從這裡 首先第一個 我們有一個 一般我們都會先從硬體先開始 因為你現在有一個板子 有一個LG燈 所以我們會先從開發板這邊 找到一個這個板子 那你看我們把這個按下去之後 它裡面可以用的積木 就會像這樣把它列出來 你只要一樣按著拖曳就好了 按著拉出來 有沒有就一個了 這樣就等於有一個這個板子 再來還有一個LED燈 LED燈在這裡 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 LED燈 所有的 就是它可以用的積木 都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都在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我把它打開 第一個都是硬體 你看到這個紫色的 紫色的我把它拉出來 好但是這裡有個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的腳位 並不是在哪裡 並不是在0 我們剛剛是接在10對不對 所以這個腳位就是要插對 就跟你插插座 有沒有插對地方 插錯地方 你明明 東西插在這裡 結果你剛才我在0 這樣兩個叫做什麼 啊 雞同鴨獎 它就說我聽不 我聽不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你腳位要對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已經把硬體的 等於說我現在有這兩個放進來了 我的積木 我的程式 也有兩個了 接下來你要它 簡單的你要它閃爍 你就直接從這邊拉進來 這裡有個閃爍 一拉 這樣就有人 那我們的程式要怎麼執行 記得右上角這裡有一個執行 你就可以按一下Play 有沒有 它把電插進去了 真的是不是就在亮了 這樣有了解嗎 那如果你想要它變快一點 怎麼辦 你可以把這個時間改變一下 但是改變完 會不會馬上不一樣 不會 記得如果你的程式有改變了 這裡 要關掉 再重新執行一次 這裡我們要停掉 再執行一次 這樣有沒有更快一點 就會比較快 這樣有了解了嗎 這個是我們 先簡單複習這個積木 那如果你要加上互動怎麼辦 在右上角這裡 你看一下 剛剛我們是打開這個房子 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個實驗用的燒杯 對就是這裡 你可以這裡打開 欸這裡就有很多不一樣的喔 有不一樣的 那你這個呢 有顯示文字 有點擊燈泡 有好幾種不同的控制方式 好 不同的控制方式 那以我們這邊來講 如果你希望有個燈泡 我按下去之後這裡才亮 再按下去之後這邊才關 那你就可以選到這邊 好 所以你要把這個打開 就按右上角的燒杯 當然你再按一次它就關起來 好按一次就關起來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這是我們網頁 這個叫做網頁的互動區 互動區 所以呢 你看到左下角 積木的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專門是屬於網頁互動的 就在這邊 那這個這邊的積木呢 控制哪裡 就是控制我們剛剛 右手邊這個區域 右手邊這個區域的 所以你現在呢 假設這個積木你不要了 請問積木不要怎麼辦 有三種方法 最簡單的就是 Delete 另外呢 很遠很遠的地方 有沒有垃圾桶 你也可以拉遠一點 人家垃圾桶會自動打開喔 有沒有 你不用腳按下去 蓋子會打開的 另外一個在哪裡 拉到左手邊有沒有 你往左手邊拉 有一個叉叉 像這樣叉叉跑出來了 放開滑鼠 這樣也可以 這樣了解的齁 這個是積木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呢 如果想要按下這個之後 燈才亮 你可以來這裡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燈泡的 所以我就找燈泡的 按燈泡之後 執行什麼事情 我第一個 這裡的燈泡要換 這裡的燈泡要亮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叫做狀態切換 你們家應該都有那種 按一下就開 按一下就關的那一種 你看 如果我只有這樣子 我們play看看喔 按一下 有沒有 這裡就亮了 可是 這個LED燈有沒有 沒有 因為你沒有告訴他 LED燈要亮 所以呢 你在這邊 也有一個狀態切換 有沒有 也有一個狀態切換 兩個都要放在這個框框裡面 也就是說 當我按一下這裡的時候 除了他換 這裡也要換 這樣這個概念 有沒有比較清楚 記得 城市有變 一定要先停止再執行一次 有沒有 兩個一起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 跟大家簡單 複習一下的 那另外呢 有一些基本功能啊 像這個邏輯 如果怎樣就怎樣 有沒有 嘿 還有一個是什麼 進階裡面的 像等待啦 還有像這邊有回圈 數學士 這邊 有比較基本的積目 都放在這個裡面 這樣OK嗎 好 所以我們簡單 就複習到這邊喔